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们要去理解他是不是清醒的 还是他真的是不是在不健康不清醒的状况 得不到我们也挽回不到什么 我觉得反而是回到去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 我们回到人的关心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我觉得我很欣赏就是小灯泡妈妈真的 再次的说一次 我很欣赏小灯泡妈妈真的 不是在责怪人不是在责怪行为 应该是要看回那个人到底发生什么事 在最后就是说 他放了让民众去看他的 像他的女儿的时候 他还在门口外面去说 请先如果要进去看 请先放下你心中的仇恨 所以在最后的时候 他还是为整个社会 做出了非常正面的示范 像医生你怎么看呢 刚才他说 他是说有精神病的人 人是24小时都不正常吗 所以这个问题我也可以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我不要大众或者听众以后都带着这种标签 精神病人就是24小时不正常的 我们就要离开他们 我要避开他们 我觉得这个也增加另外一种冷漠感 精神病患者其实他们也是一个受难者 他们也是很辛苦的 他们没有是去理智的时候 他们摆脱不到这种妄想 这种幻觉 这种忧郁感 这种焦虑感 这种失眠 其实他们也是很辛苦的 他们也是想过 用过很多方法去帮助自己的 但是可能这个案已经来到比较严重的阶段 他已经失控了 所以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初期的时候 很多病患者他们还是有理智 他们知道他们很多面对的东西 他们的感觉已经很不正常 他们就是不懂去哪里寻求帮助 而且他们可能是寻求过帮助 但是没有人认同 比如说他们有好的家庭背景 或者是没有事业 没有这个经济上的能力 所以他们可以会有这种忧郁感 是搞到他们有这样子的情形 所以很多时候 神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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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 我十多岁的时候 身边就有人 遇上这样的问题 然后我去了 这个精神病院 去探望他 那时候我觉得 那个 那种画面 没有办法忘记 到这么多年 还没有办法忘记 我的家人 我看到那些人被绑住 因为他大哄大笑 然后四肢被绑在床上面 然后他们的目光呆滞的 然后他就看着你的时候 他看着你的时候 他做的那种行为 就是表面上是一个正常的人 可是他看着你的时候 他说的那种话 你觉得很心疼 这些人都是有父母亲的 可是为什么今时今时 他们被关在里面 他们被绑在里面 所以那种情况 冰封三尺飞一日寒 一个人会走到 精神状况的部分 他一定是压抑了很多东西 累积了很多的伤害 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探知的 所以走到 他会去到精神状况的时候 他真的是在应对能力上面 应对生活的能力上面 他自己也神不由己 所以刚才你所说那个状况 我可以了解 这个也是很多年前 以前时常发生的 那时的精神治疗方面 不是很先进 很多时候他们都是用回这种绑 给下中药 给他们变成好像很木纳的表情 现在这些情形是 很少或者是不能发生 比罗来一个最好的 就是以前这时候 那时候他们是来绑 因为以前的治疗方案真的很少 而且以前我们对 这方面的资源也是很缺乏 我拿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说 现在在我们的马大的 这病房 精神病房里面 我们已经是变成开放式了 开放式说已经没有人是 藏在房间里面或者被绑着了 甚至在病房里面是有电视机 有着打乒乓 已经是很开放式 而且我们的院长已经下了令 没有人再可以被绑在床上了 所以因为现在的药物很先进 我们很快就可以把他们稳定下来 他们的情形 很多个案 如果你来我城所看 你坐在那边 你看到他们好像比你更健康 比你更正常 很多人来到我 为什么你的城所里面 有人这样正常的 我说你在想着什么 你以为每个人会来 你来到会看到全部都是 莎莎 莫莉娜娜 这个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 现在很少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现在的人也可能 相比以前他们的认知好一点 现在的药物治疗 现在的治疗方案已经很先进了 现在的药物没有这些辅作用了 以前的药物是比较差 所以很多这些流口水 闷辣表情的辅作用 现在已经没有这些问题了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提醒大众 如果真的是发现到自己 有情绪上的障碍等等 可以不要排斥去见心理辅导师 不要排斥去见精神科医师 真的是现在药物已经不像以前的 治疗你会啥 治疗你会 是 可能可能 就是觉得那药物 就像你们以前那班心理 心理辅导员 他们的那种 抗拒 认为这个药物吃了过后 会对 就是会有很严重的副作用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其实是双管 其一下会来得更好 OK OK 刚才他最后还有一个部分 他是说 有没有可能这个人当时是清醒的 是有可能的 看你怎样 不能分辨 不能分辨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它的状况 来到节目的尾声 所以想请问一下两位嘉宾 有什么东西想要补充的吗 对于我们今天晚上的讨论 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关怀跟爱心是很重要的 从这个个案里面看得到 不管你是对自己的家人 对自己的孩子 甚至对这个病患者 对这个犯案者来说 关怀跟这个爱心是很重要的 对 这样子 我们可以尽我们全力保护我们的孩子 但是如果社会再变 我们的孩子有多么愉快的环境 他总有一天还是会进入社会的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 如何让整个社会是更充满爱的 这样我的孩子就更放心他可以进入 对 所以我想说发生这样子的个案 就是大家都不想 无论是小女孩 那个成为受害者的小女孩 还是这位家害者 我们想说经过这么多讨论 他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一定不会是一朝一夕 就是不会马上就发生了 所以他的背后可能也有些 让人家很心酸的一些故事 然后非常开心的呢 我们在这起视线上面 我们看到了女童的母亲 她做了一个非常正面的释放 然后今天我们两位嘉宾 也带给了大家非常好的资讯 就是说我们要跟整个社会说爱 就要不要用这个冷漠的心 用这个冷漠的心来筑起一道墙 我们在保护孩子的治愈 我们也想要 我们也能够为自己 为整个社会献出一份力 我也非常开心地 能够看到今天晚上的游网民 就是你们也是说 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就是你们是想要说 我们用你们的行动 来帮助这个社会 我们可以共同建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所以要防止这样子的一个 这种情况发生 我想只要每个人都愿意 每个人都愿意敞开心怀 每个人都愿意多一分的爱 把那个虽然可以保护自己 但是在保护自己繁范的同时 还能够没有忽略 没有忘记对这个社会的关怀 我想这个社会会充满更多的正能量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个星期三再见了 好 拜拜 拜拜